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刘伯成和汤恩伯等人 抗战中 朱德和魏立皇之间的合作 有不少的文章技术 但是 郭敏党的级系将领汤恩伯 与八路军的129师师长刘伯成合作抗战 相交甚欢的佳话 却显为人知 1937年10月 郭敏革命军第20军团总指挥汤恩伯帅 第13军入境作战后 英文八路军第129师师长刘伯成盟战 两支军又驻地相邻 于是 常与刘伯成电话联系 刘伯成律第129师出道娘子关附近待机时 手下一个团扎营未纹 在七根村附近突然遭到日军夜袭 措手不及 受到损失 甚至一时与师博师去联络 汤恩伯得报 立即打电话给刘伯成 半真半假地说 我们几万人都顶不住日军 进攻 你们只一缕兵力 撒在百里战线上 如何能敌 我看还是回洒为妥 只怕游击战对付不了日本人 刘伯成没有和他争辩 只是回答说 游击战行不行 且在意时在意 没过多久 刘伯成先后两次在七根村重迭设服 连错日军资重部队 接着 又在黄牙底伏击日军西洋支队 又大获全胜 八路军第115师也在广阳涉服 杀敌千人 这些战斗都是典型的游击战 汤恩伯得报 终于对八路军的游击战术刮目相看 欲加钦佩刘伯成了 对日作战的战局稍微稳定后 汤恩伯便打电话 邀请刘伯成到总部所在地于设医务 刘伯成欣然前往 当汤恩伯听说刘伯成来了时 他亲自到营门迎接 两人长谈整日 汤恩伯听刘伯成讲游击战术 听得点头下击着米 最后说 听刘将军一席挂 受益匪浅 刘伯成离开时 他回赠了八路军 第129是一批机关枪 步枪和子弹 正是因为受到刘伯成的影响 汤恩伯以后在对日作战十分重视游击战 后来 他还和叶剑英在一起 在湖南南越举办了多期游击训练班 但是 由于蒋介石的容共反攻政策 国共将领团结抗战的蜜月期 终于于1939年12月结束 对此 汤恩伯后来还是由衷地说 共产党中有不少高人 小看不得 我看抗战胜利 离不开他们的精彩作战 但是 抗战胜利后 刘伯成和汤恩伯却变成了敌对阵营 多次在战场上对阵决战 当年团结欲逼的抗战佳话 从此变得暗淡无光 成为了没有续集的历史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